提到内地歌手紧刚山想必很多80后都很熟悉 当年他凭借一首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唱红了大街小巷 这首歌当年的风靡程度现在很难想象 近年来紧刚山的事业重心转到影视上 无论在歌坛还是影视圈 紧刚山的成绩有目共睹 但在感情的道路上 这个外形帅气不羁的男性却有着鲜为人知的二婚情史 紧刚山的第一任妻子叫莲娜 在1996年紧刚山大红大紫后 这段曾经轰动娱乐圈的姐弟恋 以离婚告终令人唏嘘感叹 后来紧刚山遇到了现任妻子马家 很多人知道马家是因为她是李亚鹏的经纪人 和天后王妃也是死党 和紧刚山同年的马家可以说是出身迷们 母亲曾主演过经典电影《五朵金花》 父亲则是已故的足协前秘书长马克坚 如今结婚15年的两人成为娱乐圈 人人羡慕的模范情侣 更令人羡慕的是紧刚山和马家生育了两个非常好看的子女 并被很多媒体和观众惯以最漂亮的双胞胎的称号 好看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今日二人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缝 两人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过着自己的生活 据悉紧刚山身边也经常有神秘女伴相陪 而马家经常是独自一人独守空房 难道争应了那句分酒必合合酒必分